由国家网信办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部门修订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15号起开始实行 修订后的办法对数据安全的重视程度更高、覆盖对象的范围更广、审查指标更加量化 专家表示,办法将网络平台运营者开展数据处理活动 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等情形,纳入网络安全审查 并明确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网络平台运营者 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申报网络安全审查可能有三种情况 一是无需审查 二是启动审查后经研判不影响国家安全的 可继续赴国外上市程序 三是启动审查后经研判影响国家安全的 不允许付国外上市 办法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 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的 应当预判该产品和服务投入使用后 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 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 应当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